保罗只是在人群中多走了那一步 站在了十字路口的前排 而他的这一举动 竟然成了他噩梦的开始 一个女人在保罗的眼前 被撞倒在地上 善良的保罗挤过人群 在人们围观的惊讶中 保罗将自己的衣服脱了下来 垫在丽莎的脑后 就在危机关头 一辆救护车及时地赶到 急救人员将丽莎台上车 也催负保罗上车一起去医院 没有给保罗解释的机会 在救护车上 他还是被刚才发生的事惊讶着 在路上 丽莎在保罗的眼前 没有被救回 而且鲜血已经从后脑迸发而出 看得保罗极度的难受 而保罗以为事情就此就告一段落了 但是事情远远比他 要想得复杂 怪事开始慢慢向他呈现开来 夜晚保罗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正是医院的护士打来的 护士告诉保罗 白天送来的丽莎 已经成功救活了 丽莎想要见到白天帮助自己的男人 希望保罗能去医院一趟 可是保罗明明看到丽莎 不是在去医院的路上 就已经挂了吗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就在他一大早 准备给自己煎一个鸡蛋的时候 鸡蛋的中间 突然出现一块红色的液体 保罗并没有多想 可能是鸡蛋坏了吧 就倒掉了 然后拿起自己的背包 就赶向医院 然而怪异的事情 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就在保罗走出地铁的时候 一个飞鸟正好撞向自己的鱼 而且飞鸟已经奄奄一息了 这个时候 在保罗的内心 已经有了一丝的不安 来到医院 医生告知保罗丽莎 已经没有了生命危险 但是丽莎好像已经有短暂的失忆 希望保罗不要给丽莎太多的刺激 保罗拿着鲜花推开房门 丽莎完全不像是刚从死亡里就回来的人 他正在等着保罗 脸上露出善意的笑容 并谢谢了男人昨天的搭救 并要求给保罗报答 保罗一听要给自己报答 连忙回复说 自己不是为了报答而救丽莎的 并安慰他 要先好好养好身子 但是丽莎忽然问到保罗 你在生活中 是不是非常一直不顺利 这个话题好像一下打开保罗脆弱的心灵 他开始诉说 自己婚姻如何不顺 工作都那么多年了 还是一个职员 老板压根看不上自己 然而就是几句抱怨的话 却万万没有想到 丽莎都听到了耳中 生活也像是给他魔法式的 让他彻底改变 首先来到自己工作的地方 原本爱达不理自己的同事 今天竟然拿起咖啡等着自己 而一直看不起自己的经历 竟然将一个非常大的项目推给自己 让自己来接手 不禁如此 一直分居的妻子竟然也打来电话 要求和自己见一面 在一间高档酒店里 妻子很少如此美丽打扮 正在要求会给保罗一个好生活的 好像昨天一切的沉闷 全部都烟消云散了 而保罗却觉察到不可思议 因为妻子一向都是那么强势 不可能承认自己的错误的 保罗似乎想到 这一切都是和早上那个医院的丽莎 有什么联系 她立马起身来到医院 就在保罗想要问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的时候 丽莎还没等她说完 就已经知道她的问题了 很淡定地告诉保罗 这一切都是你应该得到的 可是保罗还是有点无法相信 难道是丽莎使用了魔法吗 就在保罗想要再问一些问题的时候 忽然丽莎的背腾了起来 保罗只能先离开 第二天来到公司 原本自己的位置 已经有了一个新同事 就在保罗疑惑之际 一个女秘书找到保罗 带着她来到她自己的独立办公室 她现在已经成了经理了 保罗有点手足无措 看来她要适应一下突如其来的变化 给丽莎一个蛋糕惊喜 但是丽莎似乎并没有那么开心 一脸冷漠地吹灭了蜡烛 保罗似乎并没有在意丽莎的异常表情 还在丽莎的面前 展示自己预定的房子和床库 就在这个时候 丽莎露出诡异的笑容 似乎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丽莎主动亲吻保罗 并拿下自己的支架 从拿下支架开始 保罗将要开始体验更多的诡异事件 首先当同事过来给自己介绍文案的时候 保罗忽然感觉自己的背部 后脑勺疼痛无比 他摸到了很多的鲜血 他立刻抽身来到洗手间 就在他要把脑袋的血给清洗干净的时候 保罗忽然发现并没有任何血迹 也没有伤口 就这样消失了 老板过来问要不要先回去休息一下 保罗说可能是紧张过度了 就在老板离开后 他扒开自己的衣服 发现自己的背部也什么也没有 为了搞明白自己到底是生什么病了 保罗来到医院给自己做个全身的CT 可是医生却在所有的资料上 没有看到任何受伤 医生已经怀疑是保罗自己得了精神疾病 而就在一切无法解释的时候 保罗来到酒吧 想着干脆找点乐子 好让自己的疼痛消失掉 就在保罗大口大口开始喝酒的时候 画面一转 保罗已经在床上躺着了 丽莎正穿着睡衣 叫着自己的名字 保罗已经看到了丽莎 但是她却无法动了 看来全身的疼痛并没有喝酒而得到缓解 而清醒的保罗一直在质问丽莎 为什么自己会在这里 这个房子还没买下来 为什么我们就已经住在这里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丽莎解释 说她已经昏迷了一个月了 房子是她已经订好的 他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住很久了 可是一切的记忆都没有了 保罗迷糊地看着不现实的房子和丽莎 就在保罗打开自己的银行账户 发现钱都在的时候 悬着的心裁静下来 然而就在保罗发泄自己的欲望的时候 背后的淤青开始慢慢展现 丽莎摸到了那处淤伤 眼神已经透露出 事情开始瞒不住了 保罗再次来到公司 妻子已经在这里等自己多时了 她一直在联系保罗 可是保罗就是不接电话 这个使得妻子不得不找到公司 但是一脸不屑的保罗 根本不想再回到 那个天天抱怨自己的妻子面前 她让秘书赶走妻子 心里似乎找到了那一份的优越感 就在她准备 向老板汇报工作的时候 诡异的事情又开始了 明明精心制作的方案 上面竟然全部是空白的 越来越恐怖的保罗 忽然脑袋又开始流血了 惊慌的保罗 一下身子被折叠了一段 一声大叫 保罗忽然在自己的床上躺着在 原来这一切都是梦 丽莎叫保罗快一点醒醒 要上班迟到了 保罗害怕自己的这一切的感觉 她觉得肯定和丽莎有着非常的关联 她穿上衣服 赶紧离开了房子 但是这个时候的保罗发现 无论自己如何离开这个房子 都会在下一秒 立刻又回到丽莎的面前 在丽莎穿着端庄的面前 保罗终于害怕了 她在挣扎着 想要逃离这个丽莎的面前 她这个时候的头脑 已经彻底混乱了 保罗彻底疯掉了 她想要将丽莎给彻底解决掉 好像只有解决掉 这个丽莎自己的世界才能回来 就在她要把凳子打向丽莎的时候 保罗忽然从奔驰的汽车醒来 她想要回到自己的妻子面前 车子在路上 忽然又发生了车祸 她撞到了一个人 她没有看清楚发生了什么 自己被一个黑暗的格子困住 一个电梯间里 似乎这个才是自己最安全的地方 妻子和儿子都在这个电梯的房子里等着自己 保罗这个时候才意识到 自己追求的一切都是错的 无论是追求公司高管 追求丽莎 最后她愿意承认自己的过错 想要得到妻子的原谅 而就在此时 妻子似乎在看着一个即将要远去的人 用尽手中的力量 垂向保罗的胸口 一阵从前将保罗拉回 二面一转 原来保罗一直躺在这个十字路口 那个正在十字路口被撞击的是保罗 而发生的 这一切都是在保罗在生死停留之际 对自己一个彻底的交代 只有经历了这一切才懂得 原来妻子和孩子 才是自己最想要爽住的 但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一切都在丽莎的手指间 关闭了一切 她在生死停留之际 所有的人都是围观的这些人 一生真的好短 请你珍惜当下 给你说 故事的就是我 我就是KD